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是之前跟大家预告过的一期视频 就是分享一下最近经常使用的一些学习APP 他们都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视频之前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非常喜欢的常用学习APP打在弹幕上 让我们相互安利一下吧 那第一个要分享的是一个做思维导图的APP幕布 其实我之前做思维导图是用另外一款APP 最近换到这个APP 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的使用的一个情况 会在听完每一节课之后去做一个思维导图 你看我这个刚点开 它其实并不是以一个思维导图的形式来呈现的 但是你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 这个是非常有逻辑的这么一个排列 那其实当你写完这么一份思维导图的时候 你只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钮 它就会给它跳成这么一个思维导图 我为什么说最近会喜欢用这一款APP的原因 就是这个APP是不需要你去考虑太多 思维导图的排版的 我之前用的是要考虑排版问题的 这个APP只是让你在这里去不断的输入 你的思维导图的内容就可以 然后只要你注意它的逻辑 就是说哪一个是分支 然后注意这些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它在手机上也非常的方便能够去使用 不需要你去排版 你只要打完这一行回车 你是不是要缩近一个这样 而且这个APP是在手机平板电脑上都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善用同步功能的话 也就是非常的方便能够在你任何的设备上去看到你做的这些思维导图 接下来分享两个笔记类的APP 那其实在GoodNotes和Notability当中 我到目前回去还是比较习惯Notability的 在我的iPad里Notability真的几乎囊括了 我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一些资料都会被我丢进来嘛 我在这里都是给大家完全细分好的 比如说有按照学期来细分的呀 大一大二 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单独的考证的内容 也会有专门的课目比如说英语 在我这里就感觉我的这些学习资料都是被归纳的非常非常好的 只要我今天想找我之前学过的什么东西 我来到特别的内容我一定能找到我需要的资料 二它就是当你能够善用你的分屏功能啊 包括还有这个笔记的各种切换功能的话 你就会发现整个学习 你在资料今天的相互切换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其实关于notability的或者说是goodnote的这个五指花的做笔记的视频有非常非常多 但其实今天我想给你们分享一款另外一个软件 因为之前你们一直说啊这个软件收费怎么怎么样的 想跟你们分享的后面这个软件呢 他们其实之前有在另外的平台找人做推广 然后我今天的话呢 会把我一些最真实的感受去告诉你们 包括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就是这个叫千本笔记 它是一个国产的笔记软件嘛 我觉得它的整个的模式呢 会跟goodnote比较的像吧 我其实没有写特别多在他们这个软件里面 是因为我就先直接讲一个 我认为它目前为止我比较不爱用这个软件的原因是 它这个压杆功能是还没有加进去的 但是这个软件我想推荐给那些 你比如说刚买这个ipad 或者说你想尝试五指花笔记 五指花学习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也不想去多花那个几十块钱买之前的软件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千本笔记 那其实它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初始的状态吧 就是这个软件的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等等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在这个里面做 就是做那种非常多的笔记 比如说你整个科目的笔记都在里面做 因为它没有优化完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bug 比如说你的笔记没有了找不回来等等 是有可能出现的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我只是推荐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 做这个五指花学习 你可以来试一下 然后你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 你可以先在这里大概的试用一个月的情况吧 然后它的这个app点击呢 是会有一个使用指南的 在你们刚下载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使用指南的 接下来呢 要和你们分享一些在学习英语方面 非常有帮助的app 首先是薄荷阅读 它是百区展旗下的一个分级阅读项目 那学习外语呢 其实阅读原版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薄荷阅读的领读计划里呢 它会以一百天为一个周期 为天花大约六到十分钟的时间去阅读一本十万字的英语小说 那你不用担心很难坚持 首先呢薄荷阅读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分级阅读特色 它会根据你的词汇量为你推荐分级书单 你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小说 其次呢就是这个书单的涉略范围非常的广 有经典文学有畅销小说专业百科等等的 它都是有的 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去阅读 与此同时我觉得他们的这个app或者说是微信读书的界面都设计的很用心 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播放录音 一边听一边看 碰到不明白的单词我们可以直接双击它 它就会跳出这个示意 而且我们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添加到我的单词本 这样你稍后看完之后可以在单词本里找到这个单词去进行深度的学习 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平时的一个阅读习惯吧 我会先就这个录音 然后把今天的文章看两到三遍 随后呢我会去做今日的一个这个阅读题 在完成今日的阅读题之后呢就会看到一个本章讲义 我是习惯性会把它保存到我的notability里面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掌握情况去进行一个整理学习 我这里也是有三个专门的这个笔记本 对于三个板块 那在每天的讲义里呢都会有一些内容背景的补充 图分并茂的可以帮你去补充了解一些知识 这在整个阅读中带来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那在这个假期通过薄荷阅读的领读计划 养成阅读外语书籍的习惯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 下一个app呢是推荐给那一些有看网课需求的集美们的 这个app呢我确实也是通过一些推广 然后认识到这个app的 就是这个ES文件浏览器 因为百度网盘里看视频的话就比较容易卡 而且它那个倍速选择也比较少嘛 所以的话你就是记得在这个服务里面 可以登录一下绑定自己的这个百度网盘账号 绑定好之后再进入这个视频的话就不太容易卡 而且它这个旁边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倍速可以选择的哦 主要就是免费 如果你有看网课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哦 最后要分享的是我自己如果不用视频来记录学习过程的话 会使用的一个效率类的软件 它叫focus timer 在进入这个app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页面都设计好 就是说你每一个科目是什么 像我这就设计的逻辑很初述还有一些积累 那这个app的什么方法呢就是说如果当你要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手机给它反扣到你的桌面上 像这样反扣 然后呢它就会开始计时 那如果当你学习完了你就把它拿起来 它就会告诉你说本次集中时间为多少 然后我这里先确认一下 这样它又会记录说你这个科目学习了多少多少时间 当然这个app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嘛 首先我说为什么会选择它 我觉得它比某一些的app来的更强制一些 就是说当你学习你反扣手机 才开始记录 如果当你玩它就没有办法记录就是没有任何的作弊可言吧 然后同时 就是经常也会遇到说学的学生要查个资料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它也会完全帮你空出来 那如果你太长时间没有回去 等你后来再想起来的时候 你会会有点自责说啊 我只是想要来查个资料 结果没想到 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你下次就会更加注意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它的这个时间记录是比较准确的 那今天的案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 你们都能有收获到自己心仪的app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